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于扬播讲 得到了祖父的提醒 耶律怀庆看着地图 越看越觉得 韩中的营地位置设置得精明 韩中就在宝州城边上驻守 营地又扎得牢固 两边的火炮能相互掩护 这样的防御布置 实际上比丹只固守宝州城 要稳妥得多 一座宝州城围了就围了 但宝州城外多了一座 驻扎五六千人的营盘 想围起来就难得多了 单独攻打其中任何一处 就要分出大半精力 去提防另外一处 击脚知识一程 官军攻取宝州的难度 高了一倍都不止 而且上上下下都知道 韩刚的儿子在这里 王后李承之为了日后 能回去见韩刚 都会把手中的主力 向宝州调动 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 保证韩中的安全 正好有金宝铁路 这条干线在 主力更靠近宝州 并不影响之后 应对战局变动 但韩中在宝州城外 这么一座 等于逼着他顶头上司的上司 把预定的决战之地 放到了宝州 不论辽军会不会攻打 宝州车站 韩中尽忠职守 甘负其险的名声就出去了 要是辽军攻取不得 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几分 不管营盘扎得有多坚固 只要不在城墙内 那就是城外野战 以耶律怀庆对宋国的了解 南朝对敢于在城外御敌的将领 一向讲欲甚多 远比固守城池的功劳要高得多 当此战战霸 双方收兵 韩中就是不如乃富英明的将门胡子 不 是能继承其父的麒麟儿 以他敌长子的身份又有如此功绩 日后韩纲手下的势力 有多少人会放弃支持他 而支持他们的弟兄们 想必会很少很少了 看得怎么样了 等了耶律怀庆一阵估摸着 他应该先后想通透了 耶律雨昕问着 耶律怀庆深吸了一口气 把心中的不甘心压了下去 一抱拳 此人精明果敢 日后将是大辽之患 哼 大辽之患 耶律雨昕冷笑了一声 比他脑子差得多了 算计得太精明 把别人都当猴耍 勾心斗角的本事 学了不少 他脑子其他本事 可没见到学到多少 短短几分钟内 耶律雨昕对寒忠态度又是一变 变得不屑一顾 耶律怀庆虽然想不透 但心中还是难忍一阵窃喜 耶律雨昕横了孙子一眼 脸色疏得一沉 你开心什么 韩刚才四十啊 四十多了 但耶律怀庆哪里敢指证 连忙低头认错 耶律雨昕将眼中的失望延起 哪边都是不成气 日后就看谁更差一点了 这世上本来一代更胜一代就难得得很 虎父全子才是常见 韩刚家的儿子私心太重 自家的儿孙也没有强到哪里去 只可惜韩刚太年轻 有的是时间 日后几十年 大辽的君臣都要面对他的挑战 自己又老了 要是能年轻三十 不 二十 不 只要能年轻十年 耶律雨昕还真愿意跟韩刚好好周旋一番 只可惜自己实在是太老了 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祖父 韩中现在守在宝州城外 高墙深累 正与诱我天兵前去攻去 李承之和王后 怕也是想趁势 想在宝州城外 与我军一决高下 就按之前所说 肯定是不能上当 耶律以心点头 示意孙儿继续说下去 所以以孙儿之见 最好就是在天门寨这里 与王后号上 声势做得再大一点 实际上 却不能太冒进 军队火器化战斗力的确提升不少 钱粮物资都是泼水一般的花出去 就是能将战火烧得敌进去 但花销一点都不见少 比起旧日战争的开支 现在的军费翻了两倍三倍还要多 而同样是火器化的宋军 战斗力也在直线上升 宋人驻军的债保更是越发的坚固 不是乡民的村债 不付出极大的代价 很难拿得下来 听了一夜的火炮声 耶律怀庆 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说得都对 很有道理 听了孙儿的意见 耶律怀庆一举一点头 直到最后才轻轻摇了一摇 只是有一点是错的 耶律怀庆微微睁大了眼睛 还请祖父明示 太平是打出来的 不是球来的 只有在战场上表现得好了 才能让张顿韩刚愿意跟阵谈 耶律怀庆不解地问道 但祖父不是派了兵马 纷扰地方吗 难道宋人还能把那么多精锐 一支支都抓住 耶律以心摇头 脸上的表情 说不清是失望还是无奈 光是打草谷 那是流寇本事 绝不会被南朝都堂放在眼里 难道还是要攻打债宝不成 天门寨 也许也不一定要天门寨 但从天门寨到宝州城 这一条路上的几座债宝 一定要拔掉一座 养兵十年 朕要看看我大辽儿郎们 攻城的能力 耶律以心看着孙子 这个时候他的眼中终于有了一点慈祥 这也是朕能为你们父子做的最后一点事了 如果能顺顺利利的结束这一战 这边境上至少能安稳十年 韩中瞪大着眼睛 战争已经到来 但战斗还没有开始 尽管营寨外不时响起枪声 辽军的少探正在外围骚扰营中 但这并不是战斗 可是韩中睡不着了 他应该是不紧张的 他觉得自己很冷静 但他现在真的是睡不着了 韩中起身走出军帐 望着营地外 凌晨四点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从昨日黄昏起 天上就堆积起了层层云翼 到了此刻就连星光也看不见一颗 辽军的骚然是从三点不到开始的 很可能来骚扰大营的辽军就只有几个人 但半个多时辰下来 已经闹得鸡飞狗跳 会不会迎笑 会不会有人趁乱闹事 韩中理应冷静的心壶中 突又掀起了波澜 这些事都是韩中听说过的 明明偌大的军营中是数千上万的男儿 可他们在夜晚只要受到一点惊扰 就会如同地线一般的崩溃 之前他已经加派了人手巡视营中 严防有人趁机作乱 但现在想想是不是太过紧张又太被动了 应该不动如山 还是早早的派兵出营追杀 或许辽军前锋的大队已经到了 就在外面等着自己派人出营 但尽早驱除辽冀让士兵能够安睡 明天更有精神应对敌军 忽然间韩中明白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种恐惧感 以及一种想要控制却又无法控制的失落 二郎 听到陈六的声音 韩中回过头 六哥不睡了 陈六带了几分起床气 闹得这样还能睡啊 他看了看营寨外又问 要不要俺去解决 韩中犹豫了一下 陈六一帮人自然都是精锐 但能过来骚扰大营的辽军 当也是精锐 要是陈六他们在与辽人的交手中有所损失 那他就亏大了 到底派不派 韩中又迟疑了 没有哪个方略是完美无缺的 有好处的同时 必然有坏的一面 有阴必有阳 这是韩中过去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的教诲 辩证 要辩证的看待问题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 觉得好处很多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到底坏处在哪里 不可能没有坏处 好处越多 那坏处只会跟着多 不会更少 来自父亲的教导 韩中已经忘掉不少 在眼下枪弹横飞的战场上 突然自脑海中冒出 韩中觉得应该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军事没把握的时候 先看后勤 准备进攻的时候 先看后勤 要车退的时候 还是看后勤 行军前先看后勤 驻扎时先看后勤 这也是来自父亲的教会 韩中不欺然也想了起来 好吧 这条教会跟现在的情况不搭界 韩中忽然一阵 去望标 让他们把探照灯都打起来 对准开枪的地方 紧接着又派出了两名亲随 一人去让对应位置的火炮阵地准备起来 另一人去派调职业的神机营 那帮精锐火枪手 夜里开枪准确度也不差 韩中袖手站在营帐前 向探照灯 他本来不想那么早用 辽军肯定会夜袭 到时候探照灯一打 火炮一轰 几百个脑袋就到手了 不过现在想想 自己还是想多了 第一次上阵 稳扎稳打 比什么谋划都安全 营寨外 枪声有一声 没一声地响着 并不密集 却烦人的像夏天的蝉虫 说起来 现在正值夏夜 原本蝉虫叫得甚欢 但枪声一响 蝉就不叫了 事情有好就有坏 须辩证地来看 这也算是一条了吧 韩中笑着想着 营帝的两座望楼之上 此时忽然亮起 很快各有一道 浅淡的光柱 从望楼射出 照在了寨墙外 光柱交汇 将一名骑兵 套在光斑之内 看着是刚刚开完枪 正准备骑马转移位置 可突然间受到光照 战马一下受惊 人力而起 将骑手摔在了马下 营中枪响连环 暴斗一般的 不知多少只枪在发射 也不知这一名辽记 到底中了多少枪 甚至有没有中枪 一时间都无法确认 因为只比枪声迟了一点 一声炮响 从寨中飞出的炮弹呼啸而至 将他的身影 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打得好 寒中淡淡赞了一句 然后转身 能睡一个好觉了 是的 这一个晚上迎债的周围 变得安静无比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